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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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你试试看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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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有人说拜殿套子的拉链那边必须对着菩萨 请问这个是师父的这个之前开示的吗 没有 哦没有 就是拜殿你就是看那个两朵花呀 哦 两朵就这你这个莲花是朝上的呀 哦好的好的他但他侧边是有那个拉链的 就是这个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然后同修家的原地他种了很多水果 每次都会有很多的猴子来偷吃 然后同修他就不小心打死了一只猴子 他就想问要给这只猴子要念大概多少张小房子啊 跟人一样 他要是他要是灵猴的话你就麻烦了 嗯 要倒大霉的 嗯 不可以的 灵猴是什么 灵猴就是猴子的头领啊 嗯 哦哦 明白了 就是说非常非常厉害的那种 嗯 哦明白了 好的好的让他一直念 他们自己也张自己呗 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然后同修在求子期间梦见自己怀孕了 其他同修也梦见他怀孕了 请问这是需要超度孩子还是预示他会求到孩子啊 再讲一遍 同修在求子期间梦见自己怀孕了 其他同修也梦见他怀孕了 这个是需要超度孩子还是预示他会求到孩子啊 他在求吗 呃他在求 哦在求求到孩子啊 哦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同修梦到香炉里的香变成了面条 请问什么意思啊 香炉里的香变成了面条是吧 成熟炉了 他求他求长寿了 颜寿了 哦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然后就是放生时碰到鱼子 放生鱼子 同修想问是报这个金数还是报钱的数量啊 放生鱼子的话 只能报金数 因为你不知道有多少鱼子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还有就是 呃 师父开始过设佛台的时候 果盘的顺序是 先放中间 然后面对佛台的左边 在右边 花瓶也是先左后右 那么就想问 我们平时换水果鲜花 是否也按这个顺序 先左后右的顺序啊 对啊 哦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嗯 还有就是 嗯 嗯 同修就是 嗯 我看一下 同 师父开示过睡觉要男左女右 请问同一个房间分床睡 请问那个床的位置也是要安男左女右吗 一般是这样的 男左女右的话呢 你比方说你今天如果是两个女的睡的话 你这个人性格比较坚强一点的 就可以说 睡左面 嗯 哦 啊 你这个女 这个女孩子比较柔性一点 就睡右面 嗯 哦 明白了吗 嗯 当然如果你一个床一个人睡 你当然就是这样了 哦 好的好的 明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然后老同修今年79岁 他还在生日后的三个月中 小区要动工装电梯 老人家是否需要先去别处住啊 等电梯装好再回家比较好啊 呃最好 动土的话最好分开 哦 最好分开 啊 就是动土的话最好就是不要再等装完了之后再回来比较好一点 嗯 哦好的好的 这个这个这个他这个讲法是对的 他保护保护自己这是对的 嗯 哦 明白了 好的 呃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 然后按照师父开示的这个质的位置的含义 就脸上长质 如果这个地方是个胎际 它是不是跟质一样的这种意义啊 嗯 这个问题我也没懂 你没懂你问我 呃呃这个问题先不问了 就是呃师父就是 你再讲一遍我可能会懂啊 你讲 哦好 呃 讲理上和玄学上都有差别的 嗯 哦 好的好的 明白了 同修的儿子生意他亏了八十多万 同修呢就建议儿子许愿 如果拿回钱就拿一部分钱出来放生 儿子就答应了 让同修求菩萨 同修求了菩萨之后 梦见把自己全部的家产给了现实中两个人 请师父解放这是什么意思啊 给了谁了 当时 他没有说 就是说现实中认识的两个人 是吧 嗯 嗯 现实中 嗯 你能不能再讲一遍对不起 哦 好的 同修生意 同修的儿子他做生意 亏了大概八十多万 同修建议儿子许愿 如果拿回钱就拿一部分钱出来放生 儿子答应了 让同修求菩萨 同修求了菩萨之后 梦见把自己的全 全部的家产给了现实中的两个人 哦 明白了明白了 给他 他他把那个等于他把自己的功德给了他孩子很多了 哦 这样子 他帮他背了 帮他背了 哦 好的好的 佛友与家人由于滞留在乡下无法赶 呃赶回家里 因此做过了 祭拜祖先的祭日 马上就是润四月了 能在润四月祭拜祖先吗 可以的 嗯 白天白天不能晚上 嗯好的 然后有的同修认为我多做功德了 我小房子不念这样可以吗 多做功德 小房子归小房子功课归功课 举个简单例子 你说 嗯 你说你说你做善事是做善事 动善念是善念 你多做了善事你就善念不动了 嗯 一样不大 嗯 还是呢 双管齐下 好的 改安师傅 改安师傅自备开始 然后同修一月份刚过完六十岁生日 上周四同修父亲过世一周年 同修就下了坟地了 回来了就突然就是病发 突发性耳聋 呃 血 血音源 严重 一个耳朵几乎就听不见了 半边头目 血压特别不稳定 目前的情况就是想注意 因为血压不稳定 担心心血管 再出问题 同修就想问 他跟他下坟地有关系吗 下坟地是吧 对 同修就是下了坟地了 他回来就是突发性耳聋了 现在特别不好 这个已经被灵性搞到了 已经不好 哦 已经被灵性搞到了 嗯 哦 明白了 像这种就是同 因为这个同修现在就是 呃 在这个之间 他也梦到了父亲坟边上的 那个坟的亡人 是个有问题的一个 一个男的 然后很年轻就走了 是不是跟这个人也有关系啊 应该的 应该的 因为任何 任何人到坟地上去 他都会惹到灵性的 但是呢 如果这个灵性跟你熟 或者因为是 嗯 你知道去跟他上坟 他更容易上你身 哦 明白了 哎 师傅像他这样子这么严重 他这种小房子 一般要许个什么样子的 一个数字大院 会比较好啊 最多吗 86张 嗯 好的好的 呃 感谢师傅慈悲开示 然后同修生病后 几天 他梦到家里 佛台 山水画掉下来 砸到了菩萨像 菩萨慈像的手臂摔碎 同修抱着菩萨像哭 之前家里山水画 确实贴得不结实 同修一直担心会开交 请问师傅 这个梦说明什么 哦 这个梦说明啊 很简单了 就说明他第一 人为的担心 人为的担心造成他意识当中的一个 啊 事实 呃 假设的存在感 哦 假设你一个人整天担心某一件事情会发生 它就是一种假设的存在感在你心中了 然后时间长了 它就会成为一种现实 明白了吗 啊 所以不要去乱想啊 人不能乱想 很多人生病了 哎呀 会不会癌症 会不会癌症 真的生癌了呀 嗯 这种这种力量是很大的是吧 很大的 意念力量啊 意念啊 哦 意念力量啊 嗯 还是要多正能量 嗯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那 师傅你刚刚说这是一种现象 还有一种现象 他家里会不会有妖精者还是什么 有没有这种说法 会不会有妖精者啊 对 他做梦梦到这 就刚刚那个 会的 也会有的 也会有的 好的好的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然后同修没学佛前 有一次带小孩子去景区玩 景区大 嗯 大头石下有一尊卧佛 也有人烧香礼拜 小孩十三岁左右 爬到了 卧佛的肚子上 坐了一下 卧佛对面有座庙 针对此事 他们应该 嗯 要要念 礼佛吗 这个倒没关系的 因为 他当时是孩子 童言无忌嘛 啊 因为因为是孩子 而且他没有什么 这个这个 对菩萨的不尊敬 只是小孩子玩嘛 啊 这就没关系 如果你有意的去 做一些 不好的行为啊 动作啊 那就有罪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反正师傅慈悲开示 嗯 早上念经 睡着梦到 虚菩提六百张小房子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哦 虚菩提六百张是吧 嗯 教他 教他能够成佛的 成佛的小房子呀 他必须要这样做的 成佛的小房子 嗯 好的好的 反正师傅慈悲开示 师傅开示过房间里 放小帐篷不好 阻碍重重 请问家里的文帐 是帐篷的形状 是薄纱透明的 这个是不是也有阻碍啊 应该是的 有一点点阻碍 但是还是看得见的 也不行的 嗯 哦 明白了 好的好的 感受慈悲开示 然后 有些同学 他们 可能就是说 面对师傅很后怕 就是不敢面对师傅 这种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原因啊 很简单咯 第一嘛 就是心里有杂念啊 太多呀 第二嘛 自己 自己做过太多的错事了呀 看见师傅 觉得 觉得丢脸呢 啊 对不起师傅啊 就像小孩子 做错事情 不敢看老师一样的呀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好的好的 明白了 感受慈悲开示 梦见穿红色的鞋子 是什么意思啊 梦见穿 红色的鞋子 叫他要 走路要当心啊 要有禁忌啊 就是很多的戒律啊 都要好好的守的 嗯 明白了 好的好的 你不守戒的话不行的 嗯 好的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呃 再问几个问题就好了 然后今天早上 呃呃 同修梦到 早上四五点左右 梦到小学同学自杀了 梦里 脸 这个脸 虽然脸不认识 但是意念里就是那个同学 因为三年级后 就再也没有见过了 梦里边在一个办公大楼里边 第一次他要自杀 我就劝他应该是和他讲了火法 他没自杀 呃 第二次我看到他就问他有没有想通 他笑着说有点想通了 呃 同修就松了一口气 结果这个同学在梦里 呃 请师父解梦 这个这个梦是需要念小房子 是写这个同修的药经者 还是写同修的名字的药经 同学的名字的药经者 就写这个做梦很清楚的话 他是来问他要小房子 嗯 哦 那就直接写这个同修名字 他已经给他看到了 他可能可能有可能是真实的 嗯 这个就属于 这个是属于他来 因为他一般的一个亡灵下去之后 他首先呢就寻找谁认识的 谁功力高 他就找谁 他认识的人 就像就像我们现在现实生活当中 如果谁出事了 他首先要搜索一下他朋友当中 哪个最能帮到他的呀 对 是的 明白了吗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嗯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然后同修想问他晚上可以扔垃圾吗 这种玄学上有没有说法 最好吗 很晚就不要扔了 嗯 一般说十点钟以后就不要再去扔了 嗯 好的 嗯 晚上垃圾边上面都是有灵性的呀 嗯 嗯 是这个道理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好的 上香前要洗手 能在卫生间洗吗 上香前洗手 可以啊 可以 当然不在卫生间在哪里洗啊 好 现在有的方法吗 就是每一个洗手液呀 就是像酒精一样 差一点 免洗手液 免洗手液也蛮好的 嗯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同修梦到 嗯 他有一个妹妹 很华丽 很喜欢名牌的东西 长得妖力怪气的 梦里说 我就是喜欢姐姐买这些好看的给我 后来又梦到 同修被警察带回去 说 说他疯了 现实中这个同修是独生子女 请师父解梦 这个事 是不是这个同修 妈妈打胎的孩子没走啊 他 警察说疯是说哪个人疯啊 就说同修疯了 说他是吧 嗯 对 嗯 那就他身上 他身上应该有灵性 哦 呃 那 那这个 这个 就是说梦里 这个人说 就是 这个梦里说他有一个妹妹嘛 其实现实中他是没有妹妹的 可能就是 身上的灵性 哦 师父 他现实中他很喜欢漂亮好看的东西 是不是他越喜欢其实是他身上灵性导致的 有可能的 哦 有可能 完全有可能 哦 明白了 像这种的话他要应该要许愿多少张会比较好 像这种的话至少49张 49张 嗯 好的好的 呃 好的好的 感受慈悲开始 嗯 还有就是他 就就是写 同修就是写他自己的药精者 还是 呃 让他妈妈写他打胎的孩子啊 自己的药精者也可以啊 哦 好的好的 好 其他没有什么问题 他们自己的业障刺激悲 感受慈悲 感受慈悲 再见 再见 喂 你好 你好 哎 喂 喂 师傅好 第一次给师傅起来 嗯 感受师傅 请讲 喂师傅能听见吗 听见 嗯 哎哟 可惜 喂 喂 喂 这位听众 哎 听得见吗 听不见我只能挂了 喂 喂 哈喽 哎呦 你看你真的很厉害 你每次都把人家弄掉 你进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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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听到啊 淘宅 听见赶快讲吧 哎 淘宅 问图疏 问图腾的话也会被疑业 问图腾的话也会被疑业 你只要帮助别人 你总会被疑的 只是说你背大背小的而已啊 哦 除了问大众问题不会对应啦 其他的问题不会啊 嗯 对象讲我要少打一点 问完手上的要少打一点了 对啊像你这种人本身就没有能量的 对不对 没有能量啊 嗯 我背的很多吗 我这种也背了太多了吗 我不知道 要清楚成了 嗯 像你这种人 话都讲不清楚你说能不背吧 话讲不清楚说明脑子糊涂啊 你说说看哪一个脑子 清楚的人话讲不清楚的啦 你没觉得 你没觉得你讲话不清楚啊 有 好了知道们就好了 嗯 他讲 我开始两句两句 你怎么都知道 第一没事不要打电话 哈哈哈哈 我说打来 跟台湾起啊 你就可以 你打好像是这样的才敢 嗯 啊 好 我说你赶了才敢 好 好吧就这样 乖一点啊 喂 你好 你好 师父 你好 感恩师父感激了 听啊听啊 听得到吗 请问师父 听到的 听到听到 我听到 你讲吧 师父 第一个问题是 我每天给铺的上香 我可以用枪式打火机点油灯吗 可以 你要反过来 你不要对着佛台就可以了 反过来 就是把那个手指啊 反过来套着 套着那个枪 好的 师父 第二个佛台的门是可以用拉门 是得好吗 都可以 拉门推门都可以 两边拉和开推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佛台我家的 就是以后要是按大佛台的话 两个佛台可以对着的吗 是一个大佛台吗 两柜对着的一个佛台 可以 你因为关门的呀 所以就没关系呀 嗯 答案师父 你关门的呀 那我上边那个佛台上边是 怎么样是玻璃破铺 那个玻璃的好 还是塑料硬素的好吗 应该是玻璃比较好一点吧 玻璃 嗯 答案师父 像咱们睡觉 我听师父说过 就是那个 睡觉吉祥窝 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我的心在右边 我睡觉是可以右侧上来上旁边 可以吗 我跟别人不一样 你怎么不说你的心没了 还在右侧里面 真的 我的心是在右侧的 右侧你是左边靠右好吧 我不太痛 左心房靠右 好的 就是掉过来嘛 左心房靠右一点 并不是你的心在右 听得懂吗 我不太清楚 就上医院是透视 完了医生说我在右边 我不太懂 不会完全在右边 心脏谁在长在右边呢 对 就是他的心 就是妈妈的师父 就是我妈妈的心脏 它是长在右边的 就是几十万之一的这个 这个概率 实际上他就是 小的时候 比方说在妈妈 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在成长过程当中 他妈妈或者经常在 在做某一个运动 做某一个事情 或者怎么样 听得懂吧 人家左心屎的呀 哪有左心房的呀 右心屎 不是一样的 感恩师父 师父 还有我睡觉的时候 就咱们那一般床 我睡觉后那个 不是头靠床头 我是脚靠登床头 那样可以的吗 可以的 那如果你真的在 右心房的 在右心屎的话 你就往左边靠呀 没有办法的呀 感恩师父 人家 人家 这种人很少的 像你这种人很少的 师父 还有咱们的小房 就是自存小房子 可以净正处也写上吗 可以的呀 净正处 就是自存小房 可以写上净正处 可以写上我自己的药金 你可以写的呀 净正某某某的药金者 可以的呀 就是无论什么书烧上 都可以写上自己的净正处的 当然可以 因为是你自己念的 你烧给自己的药金者呀 感恩师父 你写药金者没关系呀 你不能就写名字的呀 写名字嘛 一般人家说是亡人才写名字的呀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太师父 就是有一个问题 是 闻眉 他们有的要求闻眉 就是闻了门了 门像 门像菩萨那种 可以吗 哦 只要是眉毛都可以呀 你闻得像菩萨一样 你要好看就可以了 你不要画得不好看的 怪怪的 感恩师父 就是以后就是 像我们念经 现在就在 尾声间念经 当然不能念经嘛 以后要装修房 我们把洗衣机 按到就是客厅呀 或者厨房可以吗 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都可以 都可以 感恩师父 就是以后我们就装修房 说那个门屋里 就不是不算大门 每个门都做拉门式的 可以好吗 都可以 你地方小的话 你当然做拉门 比较节约地方啊 对不对呀 就是屋里 每一个门 每一个房间的门 就是往拉门 开门 推门 都可以是吧 都可以 都可以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衣服 我们穿衣服 就是以后想穿 不带领的 可以吗 衣服不做领的 可以吗 作为一个女 女士的话 最好要有点领子的 好的 感恩师父 因为你没有 没有领子的话 不庄严呢 你会露出个脖子 多难看呢 对不对 我喜欢穿不带领的衣服 感恩师父 你个人的就个人吧 没关系的 反正这种都无所谓 就是 我指的就是 我们的义工服 最好要 以后要有领子 好看 好的 感恩师父 其实我听过 师傅 以前开始 我们睡觉 就是白天 就是随意睡觉 盖架 衣服上 是不可以的是吧 没说啊 随意盖件衣服 都是可以的 只是你盖件衣服的话 就等于像反掉的一样 就是说 我有的时候说 你们不能把两个手啊 套进 套进这个盖的衣服上面 你听得懂吗 那我理解出来 你如果手套进去就不行 感恩师父 就反过来的鬼啊 就是 感恩师父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般 就老人去世嘛 我们都是校部 他们都说留着好 那个可以留着 做什么用 能可以做吗 这个真的是乱来的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这种布不能用的 凡是技术了 凡是亡人用过的东西 都不能用 就是我们自己 围那个校部 就是一般就是 他们说校部是好的嘛 所有都留着 我们个人围着腰 也不可以用 是吧 不要 我问你一句话 好不好 我问你一句话 好不好 你说盖过棺材的布 你能用不了 不一样道理啊 搞的 知道了 理解了 感恩师父 搞了 因为亡人 他是亡人 他是在阴潮 他是在下面的 他不是在上面的 跟你们人不一样 好的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就是一般我们睡觉 上下铺 就是孩子睡 我家孩子睡觉 那那个床头 这一头是我的床 隔一个床 那头是委层间 他睡觉的 头是冲着 卫生间那边好 还是冲我这边好 当然冲你那边好了 头绝对不能冲着卫生间的 冲着卫生间的气场不好呀 明白吗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那我们的上下铺 像床上面钉钉 挂衣服上面 也不是太好吧 这个没关系的 条件不是太好 这种都没关系 好感恩师父 我就是 我上有的 我们现在还没有 就是没用的 就是有的同事家 也是那个像 属屋子不怎么方便吗 是那样刷发的床 到白天当刷发座 晚上到处的当床座 那样可以吗 那是没办法的呀 没办法的办法呀 你当然如果有个床 更好 你要是没 比较小的话 你只能坐沙发床呀 明白了吗 如果这空间够的话 还是床好是吧 那当然了 你这个人家说 你想想看 你一生当中 在床上有多少时间呢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不安定呀 床是一个安定的象征啊 你明白吗 明白 感恩师父 那如果像我们装修的时候 就是客厅 因为家也小嘛 就一个屋子和一个客厅 客厅的正常的沙发 我们给弄成一个 可以当成备用床 万一有朋友来 可以住 像那样是没事的 是吧 没事 就平时那样可以 好的 感恩师父 装修房子是吗 那个师父 我们就是装修房子的时候 柜子可以在上 从顶 从房子 就是那个整面墙 都是柜子 上面顶到房顶 下面是那样的 可以吗 可以的 这没关系的 可以的 感恩感恩 这个可以 就是从底下不到 从床上 按这个可以吗 那个 还有一个 就是说 如果要是家庭 他想利用空间 在上面 坐那个 底下是床 然后上面掉的 那个柜子 就只在房顶 掉的那样的柜子 是可以的吗 可以是可以啊 不要放在床头啊 不要放在床头 放在床头 叫悬空啊 不好的 就是床上面 尽量不要有这样的 对啊 你这个床 你床的 上面当然不好了 这个悬空的呀 不好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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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傅 这个你弄过了 这个你弄过了 这个这个 我都看不见 这个师傅刚才说 不可以 说过这个 然后师傅 那个电视 如果放的很高 可以吗 电视机放的很高的话 没什么问题 你就把它当电影 看吧就好了 好 感恩师傅 感恩 然后那个 像那个 如果家里面 有那个上下铺 他们把上铺呢 没有睡人 但是放了那个 晾衣架呀 就是做晾衣服用 这样可以 上铺没睡人 做晾衣架 可以的 没办法 不要 不要晾内裤 内衣就可以了 好的 好的 感恩 可以在家里的墙上 装那种 就是健身器嘛 就比如说年纪大 又下 上下楼 不方便 就在自己家墙上 装那种 可以手钓啊 或那样的健身的东西嘛 健身的是可以的 如果完全是一种 呃 撑肝啊 什么东西呀 就是总是 这些东西 总是让人感觉到 你越来越老了呀 嗯 总是说一种衰老的 看了因为 看了因为使你 只要一个人家里 只要看了使你 不开心的东西 实际上都是属阴的呀 哦 那像如果是那种 呃 跑步机呀 呃 没问题 自行 那种可以啊 这种没问题 跑步机呀 自行机 自行车啊 这种都是健身的 和那种拉的杆子不一样 那个 那个 你这个 这个拐棍 和跑步机 当然不是一个概念的 跑步机说明 你是正能量 你在锻炼 你身体还会好 心脏还能跑 那个是不能走了呀 听不懂啊 嗯 明白明白 感恩师傅 嗯 然后 那个有的 有的家 是那个 说 卫生间因为 呃 有的时候 因为现在住楼 卫生间要是小的话 家里住的人多 会很挤 然后他就在卫生间 装两个马桶 这样可以吧 就是 就两个 就两个 就两个门 要两个门吧 对 两个 就是一个门进去 然后再隔开 两个 可以的 这个当然可以 现在 现在条件 条件有条件允许的话 当然两个马桶 没关系的呀 这没关系的呀 嗯 啊 好的 明白 然后那个 还有一个 就是咱们 那个我妈妈想问 就面对消除业障的 要 这个 这个部分 抱歉 抱歉 那个是看错 啊 师傅 现在就是有一个 问题 那个 不知道能不能问 这个应该是看图层层 没关系 你问吧 你先问吧 啊 我 我现在就是 刚刚按揭买了一个房子 妈妈想在那个房间里 设佛台 然后我是88年的龙 我妈妈是61年的牛 我妈妈想问 现在是那两个大的卧室 她不知道设在哪个房间好 想问您一下 我们这边就装修 开始 当然是外面那个好了 外面那个呀 说 哪个 就是一个大的 第一个大的呀 最大的那个 佛台设在最大的一个呀 那个后背 现在是这样 就是我们一进去 一进去正对着两个大卧室 我看见了 实际上是做客厅的 对面两个大卧室 你应该装在右面 佛台设在右面 不是设在左面 嗯 不设左边 右边这个是中间 就是它是 呃 属于最大的卧室 因为实际上 左面那个是客厅的位置 客厅不要做成那个 对啊 佛台是吧 和 菩萨的客户被靠客厅 那我们的那个 佛台是安在它 佛台安在靠着客厅那个 那边好还是 靠窗户啊 靠窗户啊 有个窗户的 靠出 嗯 呃 佛台的背面呢 背面是靠着 靠着后背 靠着窗户 嗯 不行 不是 它是正对着窗户的 师傅 门是正对窗户 门是正对窗户 嗯 然后它左面是墙 然后是客厅 右边是墙 然后就是外面了 对人家 对是别人家了 我们是靠着别人家好 还是靠着自己家 靠自家 靠自家的 靠自己家啊 好的好的 感谢感谢你 你不是走进去 你不是走进去 这个 不是走进去 右手边那个房吗 对对对 右手边这个门 门 门边上 不是有一 有一个 有一堵墙吗 这里 对对对对 你就靠那里 就是这个墙 好的好的好的 就是靠着那客厅 谢谢感恩感恩感恩 师父感恩 好 师父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 面对那个业障 要怎么 就是消除业障 消除业障的话 就跟菩萨讲啊 消除我业障啊 我念多少张小房子 消除业障 或者呢 就多念一点那个 准提神咒啊 还有那个 消灾吉祥神咒啊 都可以消的呀 如果知道自己 是因为杀生的话 就多念网生咒 消除业障呀 好 好的好的 谢谢师父 感恩师父 感恩 然后师父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知道 之前您 您那个开示过 就在洗手间里面 不要念经 但是因为我胆子 特别小 有的时候去公共场合 就公司的洗手间 就会害怕 然后就会 不自然的念经 那个大悲咒了 在心中没关系的 在心中念 没关系的 嗯 好的好的 感恩感恩 那不会来的 但是你可以接上 菩萨的气场 听得懂吗 对就 就一 在心里一念 就是害怕了 不然他那个 很暗就很害怕 那很暗 很害怕的话 就说明这地方 阴气很重啊 因为有很多的 卫生间都有过去 曾经 曾几何时 都有吊死过人的呀 你去看上吊的人 在公司里面上吊 在单位里上吊 一般他们都是 选卫生间呀 听不懂啊 好的好的 感恩感恩 请师傅给这个孩子 谢谢 谢谢师傅给孩子 恩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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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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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继续回答听众没有问题 你好 喂 喂 师傅 你好 喂 请讲 哦 师傅 我们各自 让各自 不让师傅背 请问师傅 我们要给 王仁业小房 您这个发音 怎么写 听不到 听不到 断断续续的 再讲一遍 再讲一遍 断断续续 哦 就是说 我们要给 王仁业小房子 知道王仁名字的发音 知道怎么写 该怎么办 哦 知道发音 不知道怎么写 是吧 嗯 对 那就写 谁谁的姑姑啊 谁谁的伯伯啦 就这么写呀 呃 那如果是邻居呢 那你就写 邻居的话 你就 说王邻居 姓王的叫王邻居 你第一个字总知道吧 哦 对 这知道 就好了嘛 姓张 叫张邻居 就好了 没关系的呀 哦 好的 好感谢师傅 呃 师傅 我们在点小房子的时候 点红点的时候 可不可以念经 因为您之前有不同的开示 师兄们也不确定 到底以哪个开示为准 你讲啊 就是点红点 天哪 你小房子 小房子 小房子 你当然念经了 你一边点的时候 一边念经呀 可以的呀 啊 那比如说念这种只念大悲咒 还是别的 别的经文都可以 都可以 大悲咒 心经 就是四种经呀 你点的四种经 你是等于加强版的 不懂啊 哦 对 也就是说呢 我点大悲咒的红点 我可以念往生咒 或七佛 是吧 大悲咒的红点 你当然可以念了 七佛也可以念 心经也可以念 都没问题 哦 行 好的 感谢师傅 你这个有个前提的啊 是说你已经念完了之后点啊 不是说你一边念一边点啊 哦 对对对 先念完了之后点 对 对呀 你这个 你这个一边念一边点的话 你当然应该念大悲咒 点大悲咒了 听不懂啊 哦 对对对 是的 好的 明白了 感谢师傅 嗯 呃 那个给师傅电话之后呢 有同修 他有不同的反应 一个是 一个是在哭 就会觉得非常惭愧 觉得自己修得不好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 然后他身体的强烈的精进心 另外一个是发喜的 一直在笑 笑了很久 请问这有不什么 这有不同的反应 不同的情况吗 干什么 干什么了 干什么了 这个反应啊 啊 对不起 就是给师傅打完电话之后 哦 有的同修呢 就是一直在哭 觉得自己修得不好 很正常 啊 有的 两种 全正常 一种是 一种是 一种是感恩的心态 还有一种是 喜乐的心态 都可以的 你跟师傅 师傅在开法会的时候 有的人在哭 他感动啊 嗯 对不对啊 感觉到师傅很慈悲 付出很多 他是同体大悲 还有一种呢 他看见师傅在弘法 看见有这么多人在学佛 他法气充满 他笑 这很正常啊 傻姑娘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那师傅 您说今年的报应是加倍型的 翻太岁的话 叫房子要加倍 我们做功德呢 这个功德是加倍的 加倍的 你现在 现在末法时期 你做一件好事 你加 就是加倍能够受报的 哦 就有好报 啊 有好报了呀 嗯 好的 感恩师傅 有一期节目 图同节目中 您说一位师兄年花不好 还说了一句 他做功德有目的 请问什么情况属于做功德有目的 你比方说做功德有目的的多辣 比方说他想做负责人 啊 那个那个时候还没负责人的时候 他卖力的不得了 啊 他做功德了 哎呦 去通知这个通知那个 他不叫有目的啊 哦 好了 那就啊 或者说就比如说求孩子 或者说就是等于是为了自己小我 跟自己有功的事情 这个这个还好一点了 这个好一点了 就是说求自己做功德 那么也是有目的 那你要是说没目的的话 那就很少了 没目的是菩萨是没目的的 啊 对不对啊 你像师父最早的时候 红法的时候 我哪想过要要要要有这么多的弟子啊 从来没想过啊 嗯 我就自己在广播里 看看图腾 我觉得很开心的能够帮到别人 就是真的真实想法 对不对啊 啊 就是我 对 完全的无我无私 像师父这样 对啊 我当时我就在想啊 很多的 很多的英雄人物 他都他都 做好事不留名的呀 不留名的话 他就觉得自己很开心就好了 对不对啊 但是 但是人家慢慢就记住他的呀 就是这样了 嗯嗯 对 好的 当然师父 那那个 像 也是那个有期节目 您说就是说 刻意做功德 做的事情好 但是境界不高 那刻意做功德和发心做功德 有什么区别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混淆 觉得自己在发心 可能是里边 有很强的目的性 刻意 就怎么去 刻意是什么意思 刻意就是逼着自己去做 嗯 明白了吗 啊 嗯 发心呢 发心就是你自己 心甘情愿的去做 你说有区别不了 嗯 有 那当然心甘情愿的好了 我心甘情愿的愿意吃苦 消夜 还有我逼着自己要吃苦 才能消夜 那么你说两个都其实 异曲同工 但是问题还是有区别的呀 一个境界高 一个境界低呀 这还不懂啊 嗯 对 是的 您最近那个视频开始里边 有句话说 菩萨不会因为善小而不做 地板我不拖 我要换供果 为大功德 像这样的话 对佛事有分别心 是不是在刻意做功德呢 就是啊 你做功德 你分什么了 有什么好分的了 讲老实话 你今天 你今天换供果了 对不对呀 你搓地板的话 你心里想着 我搓地板 哎呀 让菩萨看到我们多干净啊 能够到这个观音堂来 让更多人学佛 你这个功德 说不定比他换品 我不知道大多少了 主要是你的心呀 心态呀 嗯 对发心 对对 心态最重要 嗯 对 但是这个出发点是为了众生 而不是说为了自己能如何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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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行 好的 感谢师傅 就有一次我们在分享学佛心得的时候 有一个男同修 他人特别瘦 平时还不爱说话 那天他说的话特别打动人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我一直这么瘦 我看上去不是很健康 走出去觉得对不起心灵法门 对不起菩萨 对不起师傅 当时他这么一说 在场的同修都特别的感动 师傅就是他这几句普通的话 然后能触动人心 是不是因为他 就是不全大局 他就是他的 他站的高度是说为 为法门表法 境界高 所以更能打动人心 说出的话更有能量呢 是啊 要看怎么讲法的 他也不是开玩笑 他也没幽默 他很认真的就对了 如果他幽默的话 他就是在开玩笑呢 啊 我这么瘦啊 我出去不要影响心灵法门 这怎么开玩笑啊 就像人家说的 哎呀你看我长这么难看 我出去我就对不起我爸妈了 啊 人家要骂我爸妈了 你这不是人家开玩笑吗 对不对啊 对啊 你要看他出发点的呀 他出发点是好的就没问题啊 明白吗 对 他出发点 对 确实是为了心灵法门 你说这个话也才 为了表法 重了一点吧 对不对啊 你瘦了就对不起心灵法门 你别开玩笑啊 哈哈哈哈 那很多人胖的人说 我出去也对不起心灵法门啊 哈哈哈哈 没有 胖的人是心宽起盘 修得好 心中无怪 那人家是骨骼问题啊 对不对啊 哦 这个孩子也是 可能心里有些变态的 讲出这种话 总是有点变态的 明白吗 哦 好的 那那师傅他能 他能胖起来吗 他挺希望自己能够稍微胖一点 感觉作为男孩子特别特别瘦 作为男孩子 最后男孩子要形如金刚 根本不是胖瘦的问题 你再胖再瘦 你再匀蹭的话 你长得再好看 你再美丽的话 再英俊的话 你是个坏人有什么用了 有些坏人长得也蛮好看的呀 是 对不对啦 对对 有些坏人根本你看不出 他对骗女人 整天骗女人都长得蛮好看的 实际上他读 心里心里就是那种流氓 你怎么办啊 哦 是 好了 明白 哎 感是错 哎 这个如果我们说 你看这个瘦瘦的这个男孩子 他如果讲出来几句话 让你们女孩子笑了 开心了 他就骨头清了 没有 没有啊 当时要有感动 当时要有感动 是真诚的 是真诚的 是 真诚 他平时他平时话很少 然后只念经 那不是经常开玩笑的人 没有没有 他没有幽默感 那就没幽默感就可以了 好了 好的 感谢师傅 那个师傅如果我们长期 就是在做佛事的时候 目的性很强 这个对联花会不会有影响 有目的力 目的很强 很正常 目的强 你是为别人好 对终生有利 你当然就好了 你要是目的 目的很强的话 但是你没为众生 为自己的话 你这个人就不行了 没有什么话好讲 目的并不是一件坏事 你目的为了到西方极乐世界 坏了 你为了成婆 你坏了 对 如果这个目的是为自己 为自己的话 没关系 为了自己能够成婆 也是正能量 听不懂啊 嗯 为了为了为了 为了成婆错了 为了成菩萨 为了中山风行错了 是 没有 好了 好的 感谢师傅 请问师傅 那个女生男相和女汉子 有什么区别吗 女汉子 女汉子 那就是长得像个男人 女生男相的话 是因为他的长相 慢慢慢慢的 虽然是女人 但是呢 他慢慢慢慢的 会过渡到像男生的样子 因为他的性格 过于刚强 像男人一样的刚强 他慢慢的就像 越来越像男人了 这两种都不是太好 这两种都是属于 太过分了呀 过分了 所以就生男相了呀 一个女人 你说的话 长得什么像男人一样 也是够呛啊 嗯 那我们修行 之前好像说 就是女士要修成 男生男相很好 男是女 男生女相 不是 不是修成 不是修成 不是修成男相 听得懂吗 啊 修出那种 啊 还是就是说 而是说 你要修了庄严就可以了 女人有女人的庄严 男人有男人的庄严的呀 明白了吗 一个女孩子很文雅 对不对呀 看上去很贤惠 看上去很漂亮美丽 但是并不代表她不庄严呢 对不对呀 你看观世音不知道像多好啊 对不对呀 对 开玩笑啊 也是女相啊 对不对呀 天上没男生 男相女相 但是你今天居然现身女相了 你就是端庄漂亮 然后嘛就是大方 然后嘛得体啦 然后嘛还有自己的那种 那种让人家感觉到很庄严啦 这是很重要的 明白了吗 嗯明白 好的 好感恩师傅 师傅就是如果有同修非常精进 然后很尊师重道 很听师傅的话 但是平时可能对父母 对父母不是很顺心 甚至对父母大吼大启 对父母缺少应该有的尊重 请问这样的情况 会损耗同修的功德福报吗 你就是跟父母听冤结特别深的话 你也不能大吼大叫 你就是两个人前世有冤结 你也不能大吼大叫 听得懂了吗 因为学佛人 嗯 不能没有这个修养 学佛人 你就是知道因果 你也不能去动他 我讲了对不对啊 啊 对 好了 知道 你知道你妈妈前世杀了你了 你就是很多人有宿命了嘛 他看得到宿命通 他看得到他的前世 你看妈妈前世成立把我杀了 你现在也不能恨他 也不能跟他搞啊 因为你今世 你就是把他杀了 下辈子你还得被他杀啊 明白了吗 哦 对 但是知道父母是欠自己的 也不能去讨得过分 就是说还是要 那 那 你们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很多 很多的弟子都是欠师父欠了很多的 你看我问你们要不的 什么都不要 要什么 要了下辈子再延续啊 发神经啊 嗯 不能要的呀 不要了嘛 只要不要的话 自己就会痛苦了呀 因为没地方还了呀 嗯 嗯 对对 好 明白了 感恩师父 师父您太慈悲了 感恩您 好好学学你师父吧 我告诉你 很多人 哎呦 我要学这个 学那个 你先把师父学学像就可以了 哎 对对对 就师父很自便 师父有那个男众的这种 担当大胸怀 有女众的这个 气心 然后耐心 我妈妈过世早 所以我很懂得照顾别人 嗯嗯 所以就像我们像师父学习 感恩师父 嗯 那个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在 比如说在 在观音堂 就是有些事情 比如说这个 可能食物坏掉了 那这个 厨房的师兄 他会集体念礼佛 就是忏悔这个浪费食物的 这个业障 在念诵礼佛的时候 有人是真心觉得惭愧 对不起菩萨浪费了 有人觉得念礼佛是一种惩罚 就是很不情愿 请问这两种心态 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吗 当然有不同结果了 一个忏悔的之后 就没了 一个忏悔的之后还有 哦 我问你一句话好吧 你跟邻居吵架 你把人家打了 最后 最后 你爸爸跑过去 跟人家撑心忏悔 说对不起 人家说 哎呀 你这个 父亲家庭 家庭教育 还是很好的 这个孩子呢 不情愿 最后你说 人家会把你忘记不了 人家还是觉得 你这儿 不是个东西 听不懂啊 哦 明白 那这种 就是觉得念礼佛 是一种惩罚 这个不是另外一种 就是觉得惭愧 他是不是一种 愿意承担的正能量心态呢 因为你觉得 可能觉得 跟我没关系 我不会念 当然了 当然是好事情啊 就说明你还很承担 你还能有这个责任心 你能够今天念礼佛 就说明你知道自己错了 你就会有改的可能性 因为你如果不觉得自己 小和尚念经 有口无心的话 你永远不会改的 所以任何人的毛病 知道要改的话 就必须要痛苦 不痛苦的话 不痛 不痛 不苦的话 你就不会改变了 听得懂吗 对 为什么要罚款了 罚了款之后 你下次还敢 还敢乱停车吧 就这样的呀 喂 喂 喂 请得见 是不能听见吗 听见听见 就是说 如果就是说 这些有承担心态的人 真的是把道场当作家 一点东西坏了 或者有什么事情 他们马上去忏悔 对呀 但这样的人是把道场当作家 他是不是更容易上天 去往菩萨的道场将来 百分之一百的 你把众生当成亲人 把道场当成家 那你就是菩萨呀 对不对呀 对 很用心去做 对呀 对呀 这是最重要的 一个人怎么可以 不用心啊 不用心就叫不认真啊 你明白了吗 嗯 对对 是的 好的 感恩师父 慈悲开始 这问题问完了 大悲观世音 大慈悲保佑 恩师陆军红团长 法体安康 常驻在世 救助更多人员 正生 我们自己让自己悲 慈悲 再见 再见 喂你好 给你六分钟啊 嗯 哦 喂师傅 啊赶快 抓紧时间了 哦 好好好 我爸可以问几个问题 他们自己也这样自己悲 就是童兄梦到他在大便 把刚刚吃下去的大米都拉出来了 还是白色的米粒状 请问是什么意思 肠胃不好 嗯 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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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梦过去多得很呢 全部都是 肠胃不好 不消化 但要特别当心了 最近几个星期当中会出大事 肠胃 嗯 大事啊 哦 好好好 好 感恩师父 还有就是同修的先生 不小心把他儿子喝过的瓶装水 倒进了供水杯 然后发现之后马上去清洗干净 并换上了干净的瓶装水 请问这个供杯还能用吗 可以没问题 嗯 要念多少遍礼佛吗 哎 无界地吧 一遍啊都可以 两遍三遍都可以 嗯 好 好 还有就是同修梦到佛台香炉里有短的香根 他就去把短的香根点燃了 请师父解梦 啊 这个就是 这个修心念经啊 这个诚心度还不够啊 不够彻底啊 要叫他平时的手不要去直接拉那种香根的 在 在现实当中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香炉里边的香根不要用手去拉呀 嗯 哦 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还有就是同修梦到他在卖小孩子的衣服 他想请问是否和流产的孩子有关 卖小孩子的衣服是吧 嗯 对 嗯 应该是的 卖小孩子的衣服的话 呃 应该是要帮孩子要背的 要背夜的 嗯 哦 帮孩子背夜 那他是他身上有流产的孩子吗 肯定的啦 肯定的啦 赶快念 哦 好好好 还有就是现实中同修家孩子有一个婴儿车 梦里同修在找这个小车 然后就听一个人说就 小车在一个胡同里他就请了 请师父解梦 婴儿车的话 这就是空的婴儿车嘛 就说明他还是有人要超度呀 你还没走呢呀 哦 还没有走 嗯 好的 感恩师父 呃 还有就是呃 磕完头之后烧小房子 能否把小房子从佛台拿下来放在拜殿上 然后自己蹲着旁边从拜殿上一张招拿起小房子烧送呢 嗯 这个都可以 你只要尊敬就可以 哦 好 还有就是师父梦里很开心的对一位同修说 说你知道吗 你的猕猴桃在天上 同修梦里想为什么是猕猴桃 又是绿的 也不是很好看 嗯 同修意念里好像还就是想是不是跟莲花有关 请问师父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猕猴桃在天上的话 说他猕猴桃的颜色呀 嗯 就是长得不是太好 虽然在天上长得不好呀 你看猕猴桃里面像不像朵莲花了 哦 有新的 那你去开的时候像不像里面一朵莲花了 嗯 对对对 但是你说这样子好看不了 不好看 好了 好了 就莲花不是很好 嗯 哦 好 呃 还有就是如果往生八小时内成功的超度到西方极乐世界 超度走后图腾证实已经上已经去了西方极乐世界的话 那他之后的七七四十九天之内是否还要烧小房子 家中是否还需要设灵堂呢 我觉得还是在设少设一点吧 比方说说头七啦 啊 做尾七啦 都可以了 嗯 头七尾七做一下 其他的时候是可以不用 啊 因为已经到天上哭啊叫啊闹啊 哎呀 在烧菜啊 这种东西掉下来怎么办 嗯 哦 对 好 还有就是腾收在自己的单身卧室里挂了一幅比较大的静心画轴和大悲咒字画 现在他九十多岁的姥姥住在家中 要住他的卧室 呃 然后姥姥晚上会在卧室用尿盆小便是有盖子的 他想问这种情况下还能在卧室挂静心和大悲咒字画吗 应该没没什么大问题的 嗯 大悲咒拿掉 静心挂的没关系 好的 好 静心因为它不是经文的 嗯 还有就是同修梦见有两个很大的龙卷风 从远处袭来 然后穿过同修的身体 同修抱住栏杆 过一会儿封走了 但是同修没有被卷走 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他当心啊 他会经 他会经受一些考验的 是有劫难对吗 对啊 哦 好的 呃 呃 还有就同修的领导叫同修拿灭文纸 灭苍印的纸给递给他 同修就安慰自己说不是我杀生的 他只是递一下 那同修请问他这样做算是违愿杀生吗 是的 也算的 嗯 也算杀生 嗯 哦 好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师傅 就是同修梦里 我问你第一把刀给人家 人家去杀人了 你递刀的人有没有业障了 有 好了 嗯 哦 好 好 感恩师傅 还有就是同修梦里 先是看到一个大坑上 好像坐着个人 不知道是谁 接着那个人掉进深不见底的坑里了 之后又看到须弥山的模型 意念告诉做梦人是须弥山 现实中同修这几天在给结肠来的父亲念经放生 呃 请问这个梦境跟他给父亲念经放生有关吗 很厉害的 不好啊 他父亲过去应该也是不晓得天上那个护法吧 到了人间迷失方向了 跌到大坑里就他爸爸了 麻烦了 哦 是他爸爸 嗯 上不去了 嗯 哦 哦 哦 不好意思说 还有一个就是同修女儿昨天晚上在念礼佛 困了 感觉有人在退给她钱 请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念礼佛 退给她钱 说明她念了成功了呀 有效果了呀 嗯 得到人家 得到人家的许肯了呀 人家愿意原谅她 嗯 好的好的 呃 师傅问题问完了 呃 你同修们自己让自己背 不让师傅背 感恩师傅 师傅再见 再见 好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